大家好 歡迎收看價值型投資 今天大半數又開低走高 上演強勢的多方整理格局 這盤的強度 我在八月底跟你分析過 它有可能往上漲了三個月到五個月 所以它有沒有可能每天都漲 涨多的回檔 涨多的整理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所以这个坡的一个盘式架构 当然还是由多方所掌控 他们你自己看一下 从7月03以来 你看看光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它可以反弹的将近900点 那你认为这是一个弱势反弹吗 这是不是由多方所掌控的局面 就是因为盘面的一个多方架构 非常的确立 所以个股之间会轮动轮涨 我们告诉你 多头可用之兵非常的多 电子股可以操作 传产股可以操作 生技股当然也可以做 这目前盘面的一个架构 所以现在的一个大盘 我觉得很不错 上礼拜三站上月线之后 这三天横向整理 我认为最好情况就是 对称这边的一个整理架构 很矣 大盘是很矣 然后再推高 这比较完美 不可能每天涨 因为它已经上涨了1100点 如果现在马上又推了1000点 那这个行情 怎么可能往上时间波动 三个月到五个月 所以在目前的一个架构 指数对我而言不是那么重要 我反而希望大盘是不要动 其实你赚钱的机会更多 如果这句话你听得懂 你出师了 你是来行的 所以你看看今天 虽然指数是没什么动 黑鸡棒 但是1533的车房店 今天有没有创下波段新高 涨停板 五十一块钱 另外的 九九五一的一个黄田 今天是不是创下波段新高 没有错吧 所以不管是电子股 生技股 都是同样 都可以操作 五四九零同样也是一样 今天来到七四点九 波段高 这样上去四成 这次是波段行情 有行情的时候 能赚尽量赚 而且要赶快赚 只如从一万点回到七二零三以前 我都不敢跟你讲说 有波段行情 所以你赶快来跟我合作 画大饼编织美梦 来让你产生跟我合作的一个机会 我这边说不出口 因为跟我的一个专业背道而驰 但是从七二零三那一天开始 我说恐慌性的沙盘已经出荣了 当天只要十点半你能撑过去 你会海阔天空 当天当然是大买股票 他最好时机 结果大半数 往上涨了一千一百点 所以接下来 个股轮动轮涨的节奏 如果你掌握清楚 你可以赚更多 对 同样 这样上去四成 车王店 今天来到波段行高 进攻攻涨停 99516黄田今天167 创下波段行高 哪一档股票 你看我节目下去做买进的 不是大赚的感觉 我相信同学 你应该很舒服啊 面对这样的盘势 所以这一档车王店 你来看一下我怎么分析的 8月31号 胎压兼热器 其实欧美车子的一个系统 早就装了胎压建设器 多装在轮胎上面嘛 一台汽车 要装四颗胎压建设器 那我国的一个政策 比较落后 但是没有关系啊 有做总比没有做好 虽然起步比较晚 但是这跟行驶的安全 有密切的关系啊 所以我称之为新南海 恩志行上工 公级号角已经响起了 我们就从8月31号开始买进了 因为前一天跳空涨停 在前一天 很快速攻涨停买不到 那为什么告诉你 恩志行上工 公级号角响起 一定要买 因为它未来有推升的空间 有大波段的行情 9月2号创波段高 9月4号 我说这种仰角的上工 虽然有黑鸡棒 很强 就像大盘出这三天 没有动 我告诉你这个盘 很强 就如同上礼拜三 台股还没站上月线之前 我说这个盘连在月线 它是一个强势整理格局 你还记得吗 结果呢讲完之后 马上站上月线嘛 这上礼拜你看到 我们对大盘的一个 指数的分析嘛 连在这边 结果站上月线 如果我说的任何一项分析 它都被市场上认同 那你来跟我合作 大赚的机会 大不大 这不是小行情 这是破断行情 所以当它黑鸡棒 我说这种姿态 仰角上工很强 上礼拜来到四十七 我说这种量价 再度确认长线的一个架构 上礼拜我特别告诉你 这张股票 我告诉我们会员 加码中压 上礼拜我还在加码中压 什么是长线的一个架构 车房店 在8月31号我们跟你分析 长红吞噬其长至少会涨到十月份 从8涨到9月份涨到十月份 9月1号月KD正式黄金交叉 十字线而已 当做收盘价41.25 9月1号41块附近 我说正式黄金交叉 好的开始 赚钱的一半 9月4号 红K棒越来越长了 对不对 42.7了 到今天为止 你看一下 今天车房店 从月星的角度来看 它已经来到51了 从41块钱附近 到现在51了 20几%了 我特别告诉你 这条我设的均线 之前它站上去 这边涨了将近四倍 那这一次会有几倍 这次又有几倍 当时它是小红K棒 到今天为止长红了 51块钱了 所以这种长线的架构 让我敢告诉会员 它是可以做买进的 虽然它当时已经涨了一小波 N字形上工 它已经涨了大概两成左右 对20几%了 那就是因为有长线的看法 所以你才敢跟我买 跟我加码 跟我把一些你不好的持股 做转进的动作 这样获利乘数效果才看得到 所以车房店 我们是从8月31号开始买的 N字形上工的车房店 42买进 当时股价在41.6 同意对时对价 41.6开始买 8月31号 因为前一天一架所涨停买不到 在前一天很快速攻涨停 也买不到 但是既然长线跟攻击号角 我都确认了 开始买 41.6买 9月2号 新旧会员同步在43.2以下再买进 当做价格42.7 再买进 再加码 上个礼拜五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它来到一个波段新高 再度确认长线架构 我的看法是对的 上礼拜五 车房店 12.27分告诉我们会员 再度确认长线架构 新旧会员同步 试价再加码 我还在加码 27分股价在45.95 同意对时对价 大概可以买在46 我还在加码 不仅加码 那我在28分钟 告诉我们会员 把这档股票出掉 转加码 重压 车王店 27分告诉我们会员 我们至少加码两次啦 同步4加再加码 新旧会员 都赶快 46再加码 经过一分钟 我赶快告诉我们会员 这档股票卖掉 转加码 重压 车王店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礼拜五 再度确认长线架构的车王店 我还在中压 我在电视当中 我也告诉你 我是这样带会员的 因为它还会再涨 如果一档股票 你今天跟我买 明天会赚更多 我今天会不会带你买 你今天敢不敢跟我买 你觉得盘中讯息到底有没有重要 所以整个车房店 这个沿路的一个加码过程 你认为对还是错 还是非常的对 因为今天车房店 公共涨定啊 再创波段高啊 我告诉园 长线看好 勇敢报下去 五十一块钱了 下跌一下 上礼拜五 四十六再加码 九月二号 四十二点七 加码过了 八月三十一号 四十七点六买啊 所以我们带领会员的用心程度 同样你应该看得很清楚啊 上礼拜五不仅加码 把另外一档股票卖掉 转加码中压 车房店 用力的压 这样的结果 你觉得 有没有可捐可点 今天大盘支付不是大涨啊 我最喜欢大盘这种盘 指数横移不动 个股表现差异度当然很高 所以你要买进 不然是电子生计传产 各族群 No.1 Top1业绩的一个基欧股 你会得到非常棒的利润 所以车房店 今天工涨停了 再创波段新高 勇敢报下去 我从这一天开始买的 四十七点六买 买完之后这边都加码 上礼拜我一样加码 今天成量五千多张 这种扬升的量人 告诉你 这张股票还会再涨 同样你看我节目 有没有觉得很幸福 沿路的分析 不然大盘指数 从7月03到今天为止 还是吃车房店从41.6开始买进 到今天为止 二十几%的利润 你不觉得垂手可得吗 一档股票 如果你对它的长性架构 看得够精准 你赚的绝对不是只有价差 不是小的利润 这档车房店今天工涨停 继续的勇敢抱下去 赚下去 电子股可以做 升级股可不可以做 自行这档股票 上礼拜三呢 一张来新亚的全月经 让它今年前半年 就赚了3.84 超越去年整年度的1.23 这么棒的获利绩效 这档股票在上礼拜三 占上月线 我开始买 我开始买上礼拜三 我们不用买在1.29最低点 买在这个位置叫摸底 没有确立止跌信号 我没有买 上礼拜买在这个发动点 站上月线的一个攻击点 买完之后隔天大涨 上礼拜我不是告诉过你 量缩者你还会再涨吗 当你盘中接收到这样的资讯 你会不会跟我同步加码 今天一个事情 最高来到181.5 关键性的一个pick point 如果你掌握清楚了 你真的是市场上少数赢家 而且是波段的赢家 因为这个盘不再只有价差 从7203以来到今天为止 我都告诉你 有波段 绝对是波段 因为市场上的福尔被洗得差不多了 有行情的时候能赚尽量赚 而且要赶快赚 不是每个月的行情都那么好赚 你应该很清楚啦 光从1万点点到7203 这四个多月 你是不是很辛苦 我也告诉你只有价差 只能5% 10% 慢慢的赚 累积一定的报酬率 等指数来到7203 大干一场 大波段操作 我不仅在1万点回档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会员资金持赢保态 接下来所产生的资金获利乘数效果 我相信你看得到啦 所以整个一个志勤今年度的业绩 跟去年来比较 至少会成长个三四倍 不成问题嘛 因为今年度了一个前半年 就已经赚了3.84嘛 去年整年才1.23啊 礼拜三站上月线162买 当时候股价161 很轻松的开始做买进 上礼拜四171 上礼拜五关键性的一天又来了 它跌啊 我告诉你量说回档还会再涨 当你知道它还会再涨 你敢不敢跟我加码 我问你 你敢不敢跟我再度的买进 我问你 我上礼拜五特别斩钉截铁 告诉你这档志勤还会再涨 我不会因为它一天的回档修正 就告诉你如何如何 假如怎么样才怎么样 模拟两可的分析 本节目看不到 你要的是一针见学的分析 你要的是7203以来到今天为止 每档个股波段的一个操作 到今天为止 我相信你很快乐 我相信你很幸福 因为我的分析 一针见学 而且都讲对了 上礼拜的志勤它没有涨 告诉你量说的回档还会再涨 今天的志勤最高181.5了 181.5了 指数不动 我家的股票有没有轮动轮涨 从上礼拜三161到今天181.5 买个十张 资格交易的20万 快吧 快吧 这日头没有我一再要提醒你的 有行情的时候 能赚尽量赚 而且要赶快赚 上礼拜五 是本公司20周年庆的最后一天 那因为广告部的一个关系 没有把整个周年庆的一个内容秀上去 我今天特别的延长开放一天 主要的内容什么叫做历尚加历 多加三 好没有 就是多加三 今天特别把20周年庆的一个特别活动 特别的开放一天 主要的内容是多加三 你想跟我们进一步 迎接未来破断行情的 真的好好把握一下 就这样 再回到节目现场 头痛 请用五分猪 吹起听 请用起听五分猪 五分猪 不好 巴菲特 巴菲特 运达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清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速加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阿菲特 巴菲特 运达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清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速加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连击 遥的心情 oshua online 区牌气密窗 润态进攻 创新建筑 甲山林城上城 壮力落城 城屋御寿赋 大户轻松住 二十分钟直达台北101 2431-5858 各股輪動輪漲一個結構 相信你今天的股票比大盤強太多了 你剛才所看到的一個事情 今天強吧 生技股啊 你剛才所看到1533的車王電 車用電子的 今天工漲營創下波段新高 另外一檔就是9951的黃田 今天股價來到167 再創歷史新高價 這張股票 我從8月份沿路了跟你分析 我說這種股票沒有受到大盤跌了2800點的影響而重挫 它是一檔非常棒的機油性的股票 太棒了 福斯集團的概念股票 大盤 這樣啦 有沒有 這支的 有支有沒有 你自己看整個形態的一個展現 你就知道嗎 各方我選的股票 基本面相當有 價值型投資概念 所給你的要符合巴菲特的一個選股邏輯 不是股票股 我不會帶你買 這是我們對於惠雲永遠不必的承諾 所以這場黃田 我們之前操作過了兩趟 133買153賣 第一趟賺20 壓為145買 160賣 第二趟賺15塊錢 9月4號 賣在160 兩趟賺了35塊錢 賣完之後 9月7號 來到上升趨勢線 147接回 因為差了13塊錢 做接回的動作 9月7號縫低成接 回到上升趨勢線一個黃田 117結尾 結尾之後 上禮拜三156 上禮拜四來到164 波段新高 對 三趟賺了快 將近50塊錢嘛 今天那個黃田 最高167了 最高167了 我今天選擇站在賣幫 12345 五天的波動叫小轉折 在它創新高的同時 先賣一下 所以同朋友你們看到 我們買股票喜歡在低檔買 133 145 147 低檔買 那創新高的同時我喜歡買 為什麼 反市場的操作啊 鉤票在下的時候 一般的同朋友認為 好像要跌停板啊 這樣不可以買 因為你不曉得支撐在哪裡 所以你不敢出手 相對來講一檔股票 在大漲的時候 如果量價有點不對稱 大漲的時候 創新高是不是最好賣 你會賣在一個相對高點啊 這是我的一個操作 心理層面的一個掌握 超凡心靶啦 我不知道你聽了有沒有聽了沒有啦 如果真的還聽不到 歡迎你直接加入我們行業 20中年輕的一個特位活動 多加三 我今天特別的開放一天 因為上個禮拜 有廣告部門的一個小缺失 沒有秀上內容啦 對不對 力上加力 到底要給你多少的讓力空間 其實多加三不是那麼重要 我要的是要拉你一把 我要的是讓你產生一個 非常大的操作績效 那比較重要啦 績效對 什麼都對 沒有績效 什麼都不用談了 我們合作的空間 就是我敢把我們會能持股 擋擋 它應該在你面前 那你知道我什麼時候買 什麼時候買 這兩黃田 今天創新高啊 最高167 我賣在166附近啊 你自己看一下 10點42分 黃田在創新高 16我賣 42分嘛 告訴我們會員啊 16我賣喔 時間 價格非常明確 42分 黃田的股價166 同樣你對時對價 大概可以賣在166附近啦 166 165附近啦 是不是 同樣你自己對時對價啊 很充容不迫的坐下車 你不跟著下車 尾盤收161 尾盤收161啊 今天雖然還是沒有跌 但是量價不對稱 5天的一個小轉折 我先賣一下 我先賣一下 第三趟 第三趟從147買的嘛 147接回的啊 對不對 上禮拜147接回 這禮拜 一個禮拜五天嘛 166賣嘛 這樣這一趟賺了19塊錢啊 那第二趟 145到160 15嘛 第一趟133到153 20嘛 三趟的一個結果 20 15 19 15是4塊錢 我說你只要 一次買10張就好了 我不會跟你吹心買500張啊 又不是每個投資朋友 那麼多有錢 買個10張OK吧 花你100多萬啊 這比要一般投資朋友 可以達到一個水準嘛 所以呢 買個10張 光是這三趟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靠黃田賺了54萬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每次花你100多萬 第一趟133到153 賺20萬嘛 第二趟145到160 賺15萬嘛 這次147到166 賺19萬嘛 加起來是不是54萬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啦 在高檔區我們選擇 站在賣方 我們賣 賣在166 賣完之後 股價有下來啦 161 所以該接回的時候 我一樣會接回啊 強勢主流個股 它回檔的一個時間空間都不會太久 你要把握住再度介入機會的時機點 好不好 所以多頭的一個行情 個股輪動輪漲啊 剛才的生計股 至勤 漂亮嘛 161買 今天最高181.5 這一檔雲成 形態的突破 我9月2號開始買 因為籌碼很穩啊 融資的一個水位在低檔 上來的一個第七天 9月2號開始買啊 9月2號 低檔上來七天嘛 準備迎接八天嘛 20.9開始買 當天買 你可以賺5%以上 當天漲了6.5%嘛 所以當天買在位置 相對低檔賺5%以上 那隔天 十字變盤 我說會向上 因為這一條 被突破了已經變成支撐嘛 所以任何的回檔 當然要買啊 我都告訴你 它轉折會向上嘛 當然要買啊 9月8號 上禮拜二 領先大盤站上月線的雲成 22附近買進啊 買完之後 禮拜四是工漲停 沒錯吧 這張雲成 其實我們20.9買的時候 它當天就突破月線了 上禮拜二 22還在買嘛 因為領先大盤站上月線啊 大盤是禮拜三站上月線嘛 雲成禮拜二就站上去啦 這一天啊 22再買啊 那禮拜四工漲停嘛 有沒有 不要小看這一段 15%啊 今天雲成 在創波段高 這種揚聲的亮人 我給你一個結論 它還會再漲 一檔波段式的股票 如何賺取完整的報酬率 我希望我們今天特別給你的 20週年慶的一個特位活動 特別的 加開一天 你自己好把握一下 因為上禮拜五 廣告部門的舒適 沒有把詳細內容秀給你們看 我今天特別告訴你 週年慶的特位 就是多加三 就是多加三 希望蔡老師的一個心意 你自己及時把握 未來的波段行情 我們一起 並肩作戰 明天見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請用五分析 吹起疊 請用起疊無分析 無分析 不好 巴菲特 巴菲特 拼答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 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速度專線 名二27810909 旋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就業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 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令達投顧零二27810909 零二27810909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從世界內情我 藏著人一條 風聲 看水看清氣 再回來心愛無言的人 風吹風吹 雕 空吹 風吹 落後聲 哇 真